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王一博将出演陈凯歌新电影 近日,有消息称王一博将出演导演陈凯歌的新电影《五男》,这一消息让众多粉丝和影迷兴奋不已。 王一博在娱乐圈一直备受关注,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和颜值,更是备受好评的实力演员。 这次能够有机会出演由陈凯歌指导的作品,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挑战。 王一博的电影资源明显飞升,这也得益于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和执着。 据悉,目前王一博和陈凯歌还只是在接触阶段,并未正式签约。 但是这一消息已经让不少投资方和影视公司纷纷表示关注,可见王一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拥有优质的资源和人脉是非常重要的。 而王一博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多的机会和资源,也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和积极的态度。 不少人认为,王一博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努力不懈的工作态度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今年,王一博的工作重心将主要放在电影方面,电视剧和综艺节目都会往后靠。 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机会在大荧幕上看到王一博的身影,相信他将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王一博的未来可谓是一片光明,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不俗的表现,更是在商业价值和品牌形象上走在了前列。 他的独特魅力和出色表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相信他会越来越红火,更加辉煌。 追风者或央视认证高品质暴剧。 王一博李沁主演的新剧《追风者》还未播出就登顶了站内热搜榜第一,引起了无数粉丝的关注和热议。 讨讨度一路攀升,破了五百万,甚至在播出后峰值更是突破了二。 王一博再次展现出他强大的号召力和抗拒能力,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作为实力派演员,王一博一直以来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大众的认可。 而这次在《追风者》中,王一博再度演绎一位不平凡的角色,展现出了更加成熟和出色的演技。 他饰演的角色也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了热议话题。 相比之下,李沁的知名度可能不及王一博,但在这部剧中的表现也是颇受好评,两人的合作也被认为是一次完美的搭配。 李沁的亲和力和阳光气质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让观众们更加期待这对搭档的精彩表现。 李沁在剧中的表现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他的抗拒能力和表演实力让人们再次刮目相看。 不仅如此,李沁还打算借着这部剧给自己长一波热度,稳固自己在演艺圈的地位。 他的努力和付出终会得到回报,相信未来李沁会越来越亮眼,成为更加闪耀的演艺明星。 总的来说追风者值得追,尤其是男主彻底成长起来后的故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没关键后,您 is the exact name 大家记得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аете 比议3的眼镜与点栏目。 - 脸肯点赞、新链目。